今天航天部发现了一处人类旧居遗址 据可靠消息称 遗址有曾被外星人侵入的痕迹 目前人类已经发射火箭 开始百分 这次能密切接触火箭的突然 这个机轨真的来之不易 你要飞行25亿光年才抵达了火星 你能不能别玩了 要快算了 赶紧的 我是李柏林 我有着非常丰富的户外经验 但这一次 我迎来了最大挑战 要带着小乔一起野外生存 我们将驾驶沃尔沃XC40 寻找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我们这次的目的地 是位于青海省的火星营地 但由于地处荒漠深处 无法直接到达 所以我们第一站只能来到 距离它最近的一个镇子 100公里以外的冷湖镇 林哥你赖我来的这什么地方 这里就是冷湖石油小镇的遗址 曾经是中国的四大油田之一 但随着石油产能的减少 这个地方已经被遗弃了将近30年 才30多年就已经破败成这个样子了 你要知道西北的风沙是非常大的 腐蚀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挺荒凉的 但你刚才说腐蚀性强 对 我稍微已经感受到了 要不我们还是到下个点去吧 下一站是吧 走吧 离开了冷湖石油小镇 我们沿着G215 也就是柴达木盆地的边缘 一路向南行驶 窗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 但讲真的 西藏我去过 但这种西北地方我没来过 我没看过这种风景 我觉得还挺震撼而且有意思的 这路好直啊 好直啊 2.0T 190匹的马力 在高原上就3000多米的海拔 我现在给你试试地板油 抄几圈 其实抄个车什么的 还行 特别轻松 你发现我抄他的动作吗 正是行鱼流水 特别顺 有没有 那倒不追 不禁让我感叹 几点才能到火星云地 20分之后 林子强你是不是睡着了 没有 你说天黑之前能等到吗 我不是我来看 你倒个好 我来看 倒个好 干 请你前面一直都不认识 不是 车去一条路 前面不用找 大方向没有问题 林哥你带我来就干嘛呀 七彩商务宾馆 我觉得今天可能咱们是到不了那个火星云地 不如就在新老湖镇借住一晚 明天天一亮 咱们就出发火星云地 都快十点了 还没吃饭 你吃饭去吧 先吃个饭吧 谢谢 今天比昨天还冷啊 林哥 昨天我说住这儿是正确的选择吧 晚上住这儿 我记得你冻死你了 突然你降温了 而且下雪了 你感谢 就正常也没人会开XZ40来这种地方吧 就我感觉它应该是个试用车 你开着觉得还行吗 但是在这种地方用也挺爽的呀 即便气候恶劣 但是面对一望无际的戈壁 心情还是会瞬间变得很好 而火星云地就隐藏在这茫茫的戈壁之中 听酒店老板说 只要沿着316省道一直开 就会看到43公里的路牌 接着下到越野 沿着车车一路向东 就可以抵达火星云地 但愿啊 今天真的不要再走错路了 咱们调个越野模式吧 Offroad 反正让它智能分配四驱就可以了 Let's go 旁边都开始涮泥了 而且这路好滑呀 对 有点结冰 然后咱配的还是个公务台 所以就有点滑是正常的 这种 你打方向它不走 没有 这种时候要用不到四驱吗 它这是智能四驱的 它只要检测到前轮跟后轮有转速差 它就会自动分配扭矩 放心吧 一切正静在你林哥的掌控之中 嗯 哈哈哈 你就不这么双手驾驶 你林哥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嗯 不是这么不喜欢越野 不是 你不觉得这种 就是discovery就很有感觉 没有 沿着车车一路向前 窗外的风景呢 也逐渐变成了亚丹地貌 土壮沉积物 经过风化 水流冲刷 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自然景观 火星救援的感觉 一下子就来了 有没有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俄伯良 这是一个地名吗 这是一个山梁子的名字叫俄伯良 就像你叫林子柒一样 走吧 下一站吧 走 但没开多久 车车便消失了 只不在一个奇怪的温泉前 咋回事啊 哇塞 我看着像有温度的 你觉得呢 这肯定有温度啊 四几年 五几年 这边挖石油的时候 以为这边有石油 结果石油没挖着 挖到温泉了 从四几年一直喷到现在 这个温泉 我想问一下 你们去火星游地了吗 是 我们路过了 火星游地是 那我现在这么走的话 我是去哪呢 这是前面没游路 走到西台鸡大湖 那个两边有野鸭子那样 原路返回 对吧 别动你 我走 放你 这就是自驾游的魅力 你知道吧 就走到哪算的 只要咱游够 不害怕 要不够 走吧 走吧 它这个马上就要修到观光线路 估计以后还要收门票 所以今天来的真的挺好的 来的就是穿透 是啊 来的就是 而且你知道吗 亚丹这个东西 我不是跟你说 它是通过风 腐蚀形成的 吹着吹着就没了 它吹着吹着就没了 要是来晚了 你要交门票 今天你跟林哥就不用交门票了 我们谢谢你 到了到了到了 火星营地 这里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地球上几乎最接近火星地貌的地方 这里极度干燥 经常会刮起九级以上的大风 这里是为了完全模拟火星生活而建造的临时营地 除了科学考察之外 平时也接待普通的游客进来住宿 对于我和小乔来讲 这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快点 我去 太大了 太大了 你好 欢迎高门火星 你好 请您出行的地球上班站 第九点是本站通过 耶 我看到了 然后就回到我们这个厂房这边吧 然后 放下路上带着车辆 不许多人先走 在这边 在这边 为什么 在这就没呢 因为您是火星人不是地球人吗 蛤 你要不给王总打电话吧 他跟我说订好了 让我直接来就行 你那个火星人你还是先出去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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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给我订房啊老板 不是啊 你们要体验火星嘛 小乔在机理里面体验 你在外面去模拟这个火星车 湿连二十小时的这种情况啊 记得不要偷懒 我看他那样 那样 王天赫就是没对我房 那你怎么办啊 他跟我说搞什么二十四小时求生挑战有毒吧 他 超差啊 那我先进去吧 快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快点 哈哈哈哈哈哈 从现在开始 二十四个小时 我就要紧用车里剩下的物资 还有我天才一般的求生能力 在这儿过活二十四个小时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保存体力 呆着 什么是快的星球 什么是快的星球 快的星球 你和我的星球 既然是挑战了 就给我流了一瓶水 我为了以防二一呢 我决定先自制一个取水的装置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薄膜 我们就可以利用太阳光的蒸腾作用 收集堵壤中的水分 大了不确定能不能成功 但是油准备没油好对吧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住的这个基地 还挺浓的味哦 走进来 还可以哦 还可以哦 哦 他们刚前台跟我说了说 你开门会有可能看到上一个房客 给你留的小便钱 我心很远 梦想很近 加油 现在我们就有一个杯了 我已经不想骂王健克了 真的 一个人愤怒到几点的时候呢 他就会归于平静 哎呀 不行 你觉得咱还起来趁着天还亮的时候 把后面的床给铺好了 不然一会天黑了 这么大风我终于刮走了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XC40它的后排放倒之后 是可以跟后面箱形成一个纯平地台的 它是枕头是那种荞麦枕的 我呢 还带了两个神器车仔逆变器 插上它之后它就有220伏了 用个这种电热水壶啊 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一会晚上我会用这个东西煮个泡面 拜拜 姑娘 吃饭饭了 今天晚上我们吃的是 宇航圆餐 有什么东西啊 哎 烫的耶 好暖和哦 嗯 我觉得味道是不错的 就是饭量小了一点 海浪的风不过 也许开始放着冷漠点心无辜 言不由衷在会上的体无万福 选择放下全部走不出的迷雾 对不起 是我昨天在赴 这也太冷了吧 哎呀 乔总刷牙了吗 我也有牙刷 你老先生费你了 你看 现在联系完了 然后牙也刷的差不多了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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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吃早餐吧 谢谢 今天是旅程的最后一天了 突然有点舍不得 你知道最开始那个叫我来西北的时候 我还不太想来 因为我觉得这边可能有点荒凉 但你知道就来了之后发现说 其实这边我爸都说得很好 就是你坐在车上 然后往前面一望无际 看不到头的公路 然后左右两边是那种荒漠的景色 好浪漫啊 除了说他们还会叫我工作之外 这点不太浪漫 而且我觉得这边人都很好 而且他们炒菜好好吃 但是呢 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昨天晚上在外面过夜的林哥 我们去看一下他们 希望人美食 好冷啊 好冷 恭喜你挑战成功 我跟你说我去过这么多次野外 最难受就是这一次 一个难得的体验嘛可以说是 即便自诩是个户外达人 这次挑战也远比我想的艰难 西北凛冽的寒风和极度干燥的空气 真的让人感到很难受 也非常感谢XC40 如果没有他 这趟旅程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 林哥 下回还来吗 山上热热的一点都不冷 一点都不冷 真的有点烫 你放好 那个身份证给我 我给你放个包 你得抢 你得抢 现在 哈哈哈哈 那个我们必须这个强烈声明一下 本次拍摄中 没有任何一个李柏林所到杀 哈哈哈哈 这台火星车呢 是基于沃尔沃的XC40打造而来的 它的灵感来源呢是沃尔沃360C的概念车 那说它是火星车自然呢 它有一些火星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 你踩着涂装啊 身高的底盘啊 特别粗壮这个越野轮胎 但是啊 这台车并不会对外发售 如果你喜欢这辆车身上的元素的话 大家可以去沃尔沃官方沃视界 选购汽车周边 哎呀我真是个天赞 对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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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